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179集 宿命第一站 在他二人前方的星空中 渐渐走来一个女子 这女子一身白衣 相貌模糊不清 走来之中无声无息 但却好似可以跨越无尽距离 这女子身上透出飘渺的气息 好似本不该存在于天地之中 而是咸语之人 多谢二位 这女子声音飘忽不定 徐徐响起 右手一挥 便有两道白光闪烁而出 落在了丝莫子二人手中 这是承诺的六品道灵 他说着 身子没有停顿 从丝莫子二人身边穿过 向着远处缓缓走去 那空灵老者看了一眼 手中白光 略一点头 看了丝莫子一眼 二人始终都没有说谎 而是化作成红 消失在了星空 整个天地 在这一刻 似乎只剩下了那白衣女子 她缓步而走 一步步中 星河在其脚下消散 向着拓僧追寻之地 渐渐走去 王林身影在不断的缩地成寸之下 向着记忆中所知晓的月族所在星域 越来越近 她面色阴沉 之前所察觉 星空中那传出的古神气息波动 让她隐隐有了猜测 但此刻 却不是多想之时 王林在多次地融入天地之后 出现在了一片 散发柔和月光的星域之内 这一片星域的月光 是从四周一颗颗星球内透出 弥漫整片星域 使得这里一眼看去 极为绚丽 如梦幻一般 就是此地了 王林眼中寒光一闪 他记忆内的月族就是这里 就在这时 突然其身后再次有轰鸣传来 王林并未回头 而是身子一晃 直奔前方 一路破开而去 神石散开 顿时就在这片星域前方 察觉到了一处 弥漫了古神气息的所在之地 印军入瓮 王林脸上露出冷笑 与此同时 那星空撕裂传出的轰隆隆之声 立刻就在这充满了月色的星域内掀起 惊天回荡 星空裂缝撕开 托森带着疲惊 一步迈出 此刻很是诡异 这剧烈的声响 竟然没有引起月族的半点注意 一片寂静 你逃不掉 托森的声音如雷鸣 轰隆而起 他双眼露出寒光 右手抬起 向着前方击齿的王林一拳轰击而去 我也不会再跑 王林前行 来到了那弥漫古神气息所在 一眼就看到了此地 耸立着数个巨大的古神雕像 浓浓的古神气息 从这些雕像内传出 弥漫不断 他猛地转身 眼中露出寒芒 体内更有砰砰之声回荡 却是整个人瞬息间就化作了千丈大小 眉心六个古神星点 急速旋转 浩荡的古神之力 从其体内轰然爆发出来 他右手一回 立刻血光闪烁 那血剑瞬息幻化在手 竟然成为了百丈大剑 向着托森割空挥来的一拳 迅速斩下 其身体更是一步 踏在了古神雕像四周 一息之下 此地的古神气息 疯狂地向他的身体凝聚而来 在进入体内的瞬间 在亡灵的低吼下 全部冲向胸前伤口 那伤口内残留的开天巨斧之力 被这磅礴的古神气息一冲 更是配合亡灵身体内的古神之力 顿时就有轰鸣回荡 砰砰之声下 胆尖一把模糊的浮影 轰的一下 从亡灵胸前伤口被生生的逼出 没有了开天巨斧残留之力 亡灵胸前伤口顿时愈合 再无半点伤势 碎星之后的拓森一拳之力 仍然极为强悍 他尽管碍于传承法则的限制 无法施展众多的古神神通 但仅仅是肉身之力 就足以惊天动地 此刻拳风如暴 轰轰之下 就与亡灵后腿中 斩向前方的血剑之盲 碰到了一起 轰轰巨响 震惊天地 化作一股疯狂的冲击 向着四周轰隆隆而去 与此同时 那被亡灵从胸前伤口 逼出的开天巨斧残留气息 所化虚幻之斧 更是被亡灵大袖一甩 如流星一般直奔来临的拓森 这开天巨斧残留的气息 爆发出浓浓的古神之气 更蕴含了破开天地 一切屏障之力 瞬息间就轰然临近 破森右拳 与其拳头碰撞 碰碰之音撤响 破森虽强 但血剑可让当年远古先皇受创 更是来历极为神秘 从落到亡灵手中后 几乎无间不摧 破森的肉身 却是无法与之锋利相比 拳头碰撞 鲜血喷洒 更是在鲜血弥漫的刹那 开天巨斧残留气息临近 顺着拓森右拳血肉 直接冲入其右臂内 展开一连串惊天之声 那轰隆隆的巨响中 拓森的右臂清惊鼓起 更是血脉怒章 神色疲惊中透出怒火 身子竟然被阻 略有一顿 在其身体停顿的刹那 他右臂内轰轰之声 越加回荡 好似有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在其右臂内要冲出一半 这是亡灵与托森 可以说第一次 真真正正的正面交锋 托森身影被阻 但其拳头上蕴含了浩荡之力 却是仍然有一部分冲出 化作风暴 临近千丈身子的亡灵 在那拳风来临的瞬间 亡灵低吼 双臂在前一趟 全部鼓神之力爆发 与那拳风对对抗 轰轰之声再次回荡起来 亡灵有种被一颗羞真心 撞击而来的感觉 喷出一大口鲜血 身子蹬蹬蹬 踏空而退 直接撞在了一座 鼓神雕像内 那雕像背着一撞 顿时就有裂风 从撞击之处蔓延 转眼间就弥漫了整个雕像 大量的鼓神气息 轰然从那一处处裂风内钻出 迅速进入亡灵体内 居然将其肉身伤势 刹那间恢复 亡灵宁效忠啊 左手在身后雕像上一排 整个人一步迈出 左手一指天空 狠狠地握拳 在其拳头握住的刹那 七个乳白色的光团 骤然从其左臂拳头内 瞬息扩散而出 沧桑的气息 弥漫天地 却是这一路走来 被亡灵抽取的七个修真心之魂 托森 亡灵大鹤中啊 直呼其名 左手向下狠狠地一挥 立刻这七个修真心之魂 浩荡飞出 直奔在半空 略有停顿的托森而去 呼啸之中啊 那七个修真心之魂上 竟然有七个巨大的修真心 虚影幻化 这一幕就好似空间错乱 亡灵操控着七个巨大的修真心 撞向托森一般 托森面色阴沉 他当年在封界大镇 曾爆开一星 之前与那三个第三部大能一战 又爆开一星 刺客 依然只剩下了六颗星 按照道理来讲 他原本应该与亡灵同样才对 但他是托森 他更是古神图斯 图斯存活了太久太久 其肉身的强悍绝不是六星 而是无限的接近九星 尽管星点爆开 但其肉身却仍然惊天 再加上托森已无上天资 竟然想出了封印第三部大能 以此催发自身星点之力的 大神通之术 在他的星点内 尽管当年闯封界大镇 毁灭了数个 但还有一尊被封印的第三部大能存在 再加上之前封印的女子 她的实力仍然强悍 如此一来 却不是王林可以抵抗 毕竟当年王林只是获得了记忆传承 而立之传承则全部被托森掌握 托森掌握了图斯的全部肉身之力 其强大的程度足以骇然一切看到之 你我融合 你我融合 本身可以达到当年图斯的巅峰 你也不可抵抗 破森怒吼咆哮咆哮中 身子向前迈去 双手挥舞 向着那来临的七个修真心之魂轰击而去 与我融合 成就无王族巅峰古神 你为何不从 破森吼声中双拳轰轰 与那七个修真心之魂立刻碰撞 轰轰聚想象 每一次碰撞 破森的吼声都会惊天动地 好似天地间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阻止其前行 那七颗修真心之魂 更是剧烈的震动 似乎要崩溃 轰的一声 一个修真心之魂被拓森一拳打爆 化作无边冲击 形成漩涡风浪 在四周疯狂地推动 就连这星雨弥漫的月色 也在这一瞬间崩溃瓦解 化作点点月经消散 与我融合 让本身破开传承法则 可以发挥出我古神一族莫大的神通 这天大地大 可重现我古神一族的辉煌 你竟然不遵 破森好似颠簧 轰轰之下 又有两颗修真心之魂 被他生生打爆 记忆传承在你手中 根本就无法发挥作用 你即便知晓古神一族的神通 但却无力去施展 只有我破森 才可以施展出古神逆天之神通 破森与亡灵的距离 瞬间拉近 其身子如同一颗庞大的流星撞击 那剩余的四颗修真心之魂 被他一撞之下 竟然全部崩溃 轰隆隆的巨响 在这瞬息间成为了天地唯一的声音 甚至就连拓森的咆哮 都被这剧烈的声响压响 你即便是达到了六星 但却没有我古神一族立志传承 更没有明误立志本源 你凭什么与我争夺 这天地间 唯有我拓森 才是真正的古神 才有资格获得全部传承 破森一路轰鸣 直奔亡灵 刹那来临 在其来临的瞬间 亡灵双手掐绝 左掌向前猛的一拍 眼露奇异之芒 轰然间全身元力与古神之力 全部涌现 直奔左掌 化作一个巨大的齐天掌印 在这掌印出现的瞬息 更是吸引了六合八荒的天地元力 疯狂地涌入 只是刹那 这掌印就化作石阵 在轰隆隆的巨响下 直奔来临的拓森冲去 你只是图斯的一缕磨念 也敢成神 亡灵的嘀吼传出 那掌印轰轰之下 就与临近的拓森碰到一起 拓森咆哮中 双手抬起 向前狠狠的一丝 轰鸣震动 星空颤抖 这阅足所在 好似要崩溃 随着拓森的双手 似乎要被生生的撕开 在那轰鸣下 那巨大的掌印 竟然被拓森撕裂 一风为二 从其身边浩荡穿过 施展了这一灵印后啊 汪林并没有指望 可以阻止拓森 而是同时抬起左手 在拓森右臂挥舞而来的刹那 如当年的鲁夫子一样 左手按在了拓森右臂之上 右手迅速在左手背部连点竖响 好似拽取了无尽天地之力 抽空了这星空 融入全身化作这一掌 与拓森正面展开了一击 鸿鸣回荡 汪林整个人喷出鲜血 身子被一股大力冲击 全身骨头更传出碰碰之声 不断的退后中撞在了另一个骨神雕像之上 大量的骨神之气弥漫 直奔他身体钻去 拓森庞大的身子在王林的攻击下又是一顿 但片刻就迈步而来 更是张口一息之中 此地的骨神之气竟然分出一大半 全部被他吸入口中 弱 弱 王林 本身给了你近两千年的成长 你还是如此不堪一击 砰的一声 破森踏在了这充满骨神雕像的大地之上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